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修行摆诵是十一世纪的伟大学者帕当巴桑杰的心灵证言 由顶果亲者法王嘉乙论士 帕当巴停留在西藏和尼泊尔边境的汀瑞地区 很长一段时间拥有无数个弟子 有一天一个亲近弟子在久违之后抵达汀瑞 看到上师如此年迈而感到非常悲伤 于是他问 圣者 当你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毫无疑问的 你将从一个净土到另一个净土 但我们将会如何 我们能够信任谁 面对热泪淫荒的弟子 帕当巴教导了修行摆诵 修行摆诵意深奥又简明意懂 诚振认认真的修行者将发现 这些祭送中的所有教导 都是正统佛法修持不可或缺的精髓 如果你漫无目的 你将浪费人生之瑕满 听闻的人们此时此刻立定决心 我们的心顺习万变 它唯一不变的 是对世俗诱惑的强烈执着 在我们学会控制念头 在我们的心获得真正的定力之前 我们的信心一定会犹豫不定 并且容易为了没有意义的活动而分心 浪费生命和修持佛法的珍贵机会 把修持佛法这件事拖延到明天 等于是在持续拖延 直到死亡来临为止 受到信心的驱使 猎人齐忍瓦 共伯多杰 告诉密勒日巴尊者 我决定开始修持佛法 但我必须先回家和家人告别 之后我将立即返回 密勒日巴尊者打断猎人的话说 现在就下定决心 倘若你回家 你的家人会费尽心机 要你改变心意 你就不会回来了 如果你想要专心修持佛法 那么就要及时及行 猎人绕坐了 后来成为密勒日巴尊者 最具正量的弟子之一 切入落入犹豫不定的陷阱 投入全部的心力 专心一意的修行 不受任何其他想法的干扰 死神将在你心思散满的时候 掳获你 听闻的人们 从当下开始修行 你的田地需要耕种 或你的事业需要关注 或者寻找一个适当的伴侣 是你的主要考量 我只能猜想 你把时间花在哪些事情上 但是你要记住 你越是把人生浪费在这些事物之上 就越可能让死亡 把你留给修行 所剩无几的时间夺走 不要让俗物的包袱 使你偏离追求佛法的道路 如果有一天 你升起修行的念头 那么就从那一天开始修行 如果有一天晚上 你升起修行的念头 那么就从那个晚上开始修行 无论在何时何地 升起修行的念头 就在当时当地开始修行 死神将在何时现身 我们无法得知 听闻的人们啊 你要时时刻刻提高警觉 死亡如同闪电 毫无预警的袭击 没有任何转环的余地 你或许身强体健 和朋友一起品尝美传佳肴 或凝视壮丽宏伟的景致 然而就在那个时刻 死亡可能近在咫尺 当死亡来临时 那些亲近你的人 将被留在身后 你的对话将被中断 留下尚未用尽的食物 以及未完成的计划 人们突然死亡 遭受意外 被人谋杀 因使用不节的食物 或错误的药物 而中毒死亡 在游戏或运动时受伤 或死于战争 这些事情 不是常常发生吗 死亡的威胁 总是伺机而动 你应该如同一个旅人 行进到北出没的国家 时时刻刻提高警觉 一个遭受暗杀威胁的政治领袖 绝不会松懈警戒 他避免接连两个晚上 在同一个地方过夜 总是觉察死亡的逼近 让我们时时刻刻保持这样的警觉 每天晚上就寝的时候 要如此思维 早晨来临的时候 人们会不会在我的床上发现一具尸体 你死亡的那一天 没有人能够护卫你 亲吻的人们啊 你要做好 仰赖自己的准备 当你跨入死亡门槛的时候 围绕在你身旁的亲友 几乎无法提供任何援助 也无法陪伴在你身旁 甚至连最富有的权贵 也无法带走一丝一毫的财富 最有权势的将军 也无法命令军队阻挡死亡的来临 他必须像其他的每一个人一样 屈服于死亡 你的心事将离开身体 在中阴徘徊游荡 在中阴 你将发现 自己独自带着虚幻的一生生 处于幽暗之中 迷失绝望 完全不知所措 又不知道何去何从 那时 折磨大多数众生的可不幻觉 令人毛骨悚然 其可怕的程度 比莫难以形容 虽然 这些幻觉 只不过是你 心的投射 但在那个时候 它们却是强而有力的事实 在那个时候 你透过修持佛法 所获得的绝授 是唯一可能的慰藉来源 这是为什么 在此时 时刻就要开始努力修行 是如此重要 绝合的丰收 能够为你的来世 提供食粮 并且是你未来安乐的基础 如果你关照死亡 你将会发现 你不需要任何事物 听闻的人们 把死亡时时刻刻记在心头 一旦你把诸法无常 生命极端脆弱 和死亡威胁 无处不在的信念 根植于心 你就不会相忘 寻常的人生欲望 除了希望能够在 隐僻之处修持佛法 你将一无所求 让我们看一看 弥勒日巴尊者 他仅仅以寻麻为师 以棉布披荆为一 却在一个盛世之中 正得持名上师的无上果位 但是如果你缺乏远见 没有深刻的去思维 死亡和无常 那么你将难以停止 去追求人生中 无异的事物 欲望总是多过需求的串席 将持续下去 即使你拥有足够的食物 你将仍然想要去品尝 更美味可口的佳肴 即使你拥有足够的衣物 和适当的住所 你将一直想要获得 更时髦的服装 以及一窗更大 更舒适的房屋 虽然你已拥有一个伴侣或爱人 你将不断想要寻找一个更好的伴侣或情人 这些都是你总是忘却死亡有多么逼近的征兆 如果你没有盲目的相信 你还会在世界上活很长一段时间 那么你为什么还把全副心力 投注在规划未来之上 过去伟大的修行者 把自己形容为 无常之念跟止于心的余切事 他们清楚了悟 追求俗悟的徒劳无益 他们的心完全转向佛法 由于他们受到死亡念头的激发 因此 他们的佛法 是以简约生活为基础 他们也知道 他们将在一个荒芜的洞穴中 面对死亡 当然 所有这些伟大的修行者 如今都已故去 因为 死亡是一切众生的命运 然而 他们如今身处净土 不再投身轮回 而所有那些追求今生欢悦的人 则深陷无尽的轮回苦海之中 如此深奥的远见 能够升值于心 乃是实时全心观照死亡的结果 对死亡的全心观照 是一种如甘露般的良药 能够使你 恢复健康 也是一个监督你修行的哨兵 绝不会让修行的戒律 偏离正轨 如同随着夕阳 渐渐西下而拉长的阴影 死神毫不留情地逼近 听闻的人们啊 死亡不会在一个可预期的时间或地点降临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 我们生命就无可避免地迈向死亡 但遭遇死亡的时间 却是无法确定的 一个被通缉追捕的罪犯 从来没有片刻宁静 他时时刻刻保持警戒 急切的策划 成千上万个谋略 来逃避等待在前的处罚 你不会看到 他为未来居住的房舍 构思规划 当死亡的威胁 随时都会降临的时候 你如何能够高枕无忧 从现在开始 修持佛法 必当是你唯一的依靠 除了佛法 没有其他方法 可以把死亡化为顺源 早晨迷人的花朵 到了夜幕 低垂时就会雕尾 听闻的人们啊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肉体之上 缤纷多彩的花朵 在夏日微风中耀溢 但经过冬天的暴风雪 或一阵冰雹之后 这些花朵还会存在吗 在秋天 森林的颜色 从青绿转为金黄 在冬天 树木的枝头 一片阴郁黑暗 了无生气 我们的身体 也日渐老化衰退 对此 我们无能为力 我们越把心思 放在身体老化之上 就越感到焦虑不安 让我们少去烦恼身体的外貌 多多把心思 放在如何不要浪费生命 让我们修持佛法 我们越是静静地修持佛法 就越感到心满意足 即使他们活着的时候 犹如天之交子 死时却比恶魔还可怕 听闻的人们啊 你们已被这个虚幻的身体愚弄 现在你或许以你的身体为傲 真爱你的身体 并悉心照料 你的亲友都面露微笑 充满深情地执着你的手 温柔地对你说话 然而 当你死亡之后 一切都将变得非常不同 你亲爱的家人 将急着把你的尸体 送出家门 谁会想要在家里 放着一具尸体 如果你在西藏 你的身体将被绳索捆绑 放进一纸初步带钟 送到墓地 被人分割之解 被兔鹰撕咬成碎片 你应该如何善用身体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如何善用身体 一个向人借用工具的工匠 会趁工具还在身边时 悟尽其用 事实上 你的身体 也是向死神暂时借来的 在死神收回之前 你只能短暂拥有 在你还能使用这个身体之前 你有没有好好善用它 来修持佛法 前来世级的人们 完成交易之后 就会消散 听闻的人们 无疑地 你的朋友 也将离你而去 人群聚集的宴会 通常是一个喜悦的场合 人们在许多朋友的陪伴下 欢笑 跳舞 谈话 品尝美食佳肴 但是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很快的 每一个参加宴席的人都会消散 一个袭来攘往的市场 一旦到了傍晚 就渺无人机 一个家庭团聚的时候 家庭成员或许都感到快乐 但所有的家庭成员 必定都会一个接一个的 独自不如死亡的门槛 这个由魔术变化出来的稻草人 注定会破败不堪 听闻的人们 此刻即按英国法则来行事 农人在田地树里 用来下退鸟枝和野生动物的稻草人 或许只能维持一个季节 风雨很快就会把稻草人 摧食损毁 同样的因为各种因缘聚合而短暂连结的身体和心事 迟早都会崩解 当身体和心事 到达最后的崩解阶段时 他们会受到疾病和衰老的折磨和毁坏 到了那个时候 无论你如何真切的悔恨 没有及早开始修行 你已没有闲暇 也没有力气来修持佛法 正是此刻 正是当下 当你具足所有顺缘的时候 应该用全副的心力来修行 小伴不是在市集那一天 卯足全力来展受祸瓶吗 光是计划去研习佛法 既不会为你带来知识 也不会使你获得智慧 如果你持续把闻 思修佛法的时间延后 那么当你的体力和智力衰退时 你将无法进行任何闻思修 能够引导你的上师将离开人世 你将错失修持佛法的良机 我们大多数人 常常追随过去所造恶业 带来的负面习气 而引导一个人 亲近佛法的正面习气 是少数人全心从事善行 所获得的殊荣 一旦修持佛法的顺缘出现了 我们应该像正值收割期的农夫 一样努力精进 他们从黎明 一直工作到黄昏 直到任何延迟 都会造成收成作物的损失 人们费尽心力 去完成世俗的目标 如一句谚语所说 他们头戴心帽 脚踏双鞋 他们深夜 仍然在外奔波 灵明又再度动身 你难道不应该把谦卑经历 用于追求正物 这个最重要的目标之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在网路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路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 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举办八关灾界即礼拜药师宝灿 护生小红山 公勤广护法师组法 法务指导法师共同临重 日期11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七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医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2023年正式开启 药师祈福灯 欢迎台南地区大德 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 敬请清零分会登记 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就是 参照的 在 根本律中佛陀所说的最后一段的祭诵 若不敬法身 彼不见诸佛 若了法身者 得见大谋理 所以佛仪教经说 至今以后我诸弟子辗转行之 则是如来法身常在而不灭也 至今以后七众佛弟子 共同都在学习佛陀正法 明白正法辗转奉行 佛媚都后以戒为师 即是如来戒法身常住在世间而不灭度也 这是诸佛弟子学戒的重点 尊重恭敬波罗提目差戒 就是佛陀法身常在 若不敬法身 彼不见诸佛 若了法身者 得见大谋理 作为佛弟子 若不恭敬佛陀制定的戒法身 不守境界 他不能见到诸佛如来 若能清楚明了 见识佛陀法身 所持境界 不悔患如律中的持戒比丘 至时不隐从水 不伤生害命 就得以见到大悲模拟世尊了 他就可以见到心有大慈大悲 怜悲一切有情的释迦摩尼佛 以上说的呢 就是师正法 以如来战士之正法时期为师范 尽这一生不断的增上戒定会三无落学 我们就不容易放异懈怠 不容易得少为主啊 我过了喔 我睡很久了喔 不会这样子 我们还很浅啊 不失现法